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在這邊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當然我們看能包仲 今天其實全球市場發生 非常多的財經消息 包括韓國央行 在今天早上意外的出現降邪動作 12個月以來 韓國央行都沒有太大的 一個貨幣跟利率操作 可在今天早上跌破性的 市場的演進意外出現降邪發展 韓國股市隨後是開高 可是中場是殺低 這個開高走低又反映什麼樣的味道 特別是韓國央行把利率降到歷史最低 這個月月底台灣的中央銀行 會被跟進做第四次的降息 似乎值得做期待 同樣在今天早上大陸發佈了 最新五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竟然意外低於預期 在油價大漲 租價大漲 原物料價格大漲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大陸五月份的消費者物價 竟然是低於預期 等一下我們做說明 所以從包括了大陸 從韓國今天的貨幣舉措 跟最新的數據發展 蘇亞洲的外部需求非常非常的疲弱 好 在這個時候我們觀察 昨天歐洲央行也進行了歷史上 最大的突破 就是歐洲央行開始用印鈔的方式 來針對民間跟私有企業的公司債 來進行購買動作 這擺明就是國進民退 而歐洲央行的國有化 這個公司債的購買 到底對於金融市場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突破 我們特別看到 因為這個QE的一個新的突破 昨天晚上的油價 進一步出現了大漲 另外包括了黃豆 小麥 玉米 受到了歐洲央行的刺激 也是進行噴出了變化 可是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歐洲最新的開盤 卻是意外出現大跌的一個變化 似乎各國對於貨幣政策 尤其像韓國股市 韓國的匯市場 歐元的匯市 歐洲的股市 對於央行的動作 似乎反而都以利多出鏡 來做一個解讀 在這個時候 今天的華爾街日報 用非常值得做關注 根據消息人士指出 83歲的索羅斯重新復出 而且密集的跟部署跟企業 來進行聯繫 進行一場史上最大的一場 放空的一個部件 所以索羅斯為什麼在83歲 要重新復出 而且針對美國股市 進行放空的一個操作 我們要怎麼做觀察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特別在端午節 請教三位來賓 好 第一位請教是 台大哲學系教授 院舉正 院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 好久不見 我們的型態專家 蔡生 蔡老師 好 第三位喜歡我們資深的 政治財經記者丁萬明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突發消息 就是韓國央行 在今天早上的利率決策會議當中 意外的降息一馬 那基準利率來到了史上最低 1.25% 這是去年5月以來 也就是過去一年以來 韓國央行首度出現降息的動作 這個降息的背景 跟上週公布的數據有關 就是韓國的出口 連續17個月出現衰退 所以韓國的外部需求 遭遇到非常嚴重的問題 出口出現非常大的雜音 不僅是對中國出口 對美國出口 對日本出口 對歐洲出口 韓國的產業都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 另外內部問題 包括最近的造船業 鋼鐵業的重整 包括銀行房貸 這個房地產泡沫的問題 都逼迫的韓國央行選擇用降息來做應對 可是觀眾注意到 這是12個月以來 也是一年以來的降息 當美國啟動升息循環之後 其實韓國央行面臨兩難 一個是跟進美國進行升息 還是維持的利率不變 所以今天早上降息的動作 是不是重新開啟新興市場降息的大門 所以我們看到韓國今天降息動作來歷行第一 我們先看到韓股跟韓元匯率的反應 韓國股是早盤是文訊開高 可是隨後迅速出現一個擊殺跟翻開的變化 另外我們看到韓元的一個匯率的表現 早盤韓元一度是出現貶子的動作 可是事實上中場不抵 美元下跌的賣壓 韓元買進的一個推力 韓元中場是扁不動 所以我們看這幾天 韓元其實升值的速度 非常的非常的快 韓國央行試圖用降息的方式 逆轉韓幣過強的升值壓力 可是似乎抵不過市場的力量 仍然出現了一個小升的格局 所以我們看到韓股跟韓元今天的發展 其實表現有一點韓國央行意外 真的降息沒有用了嗎 從韓國股市跟韓國會議來看 真的降息失效了嗎 我們看這個突發消息之外 還有今天另外的早上 就是我們要看到 這個包括台灣央行 會不會在月底的利率會議當中 也跟進做降息 事實上從去年9月 去年12月跟今年3月 平均每個季度 台灣都降息一次 當我們的貿易對手國 韓國進行降息的時刻 台灣會不會在6月份 再度啟動第4次的降息 這一次台北股市重新佔回8700點 其實最重要的個股 除了台積電 中華電信統一之外 觀眾朋友你看 所有金融股全部是呈現45度角的 一個回升跟功高 所以台灣是不是有降息的空間 這時候我們就看到了 大陸今天早上公佈的消費者物價 公佈出來的年幀率是2.0 那月增率更是出現負的0.5的衰退 所以我們看到在油價反彈 在原物料包括農產品 包括金屬類的反彈 大陸的消費者物價依舊是沒有攀升的力量 大陸的房價也在走高 容量價格也走高 什麼樣的力量拖累了大陸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使得大陸是不是也被迫有降息的可能性 我們從細想做觀察 事實上這一次 包括了油價 油價的上漲對於整個大陸5月份的CPI 消費者物價 貢獻了0.06%的拉升 那豬肉的價格按照4月相比 因為豬肉繼續在漲價 那貢獻了5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以月增率來講0.07% 可大陸這一次會出現意外的下滑 主要是有關於根莖業的菜類出現重挫 拖累了單月0.64% 所以事實上大陸在5月份的消費者物價出現下滑 除了這些原物料 農產品跟能源之外 我們看到其他項目並沒有出現明顯的拉力 我要請教一下萬民哥做觀察 因為綜合來看 第一個 韓國意外降息 大陸的消費者物價不如預期 其實它反映出一個變化 就是需求 不管從外部需求韓國的角度 從大陸CPI內部需求的角度 都非常非常的慘淡 你會怎麼做解讀 我們先來看一個IMF 對於韓國出口 這個價格 出口產品價格指數的一個調查 去年的時候 大概年中的時候還有85.75% 但是到今年4月份的時候 已經掉到78.19% 表示出口的力度非常的弱 對 這個就是像士官講的 你可以看出來 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10年 經濟開始復甦的時候 韓國的出口成長是相當強勁的 但是這個情況到了2012年以後 歐債危機 有一點變化了 但是到了這個變化就是在 就是說第一個成長力道不足了 然後開始有出現衰退的這種情況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到了這個2015年初開始 應該講2014年底開始 韓國的出口就一路下滑 崩潰 對 那台灣是比韓國對不對 感覺上是連續16個月 好像少一個月 但是如果有數字的話 大家對比的話 比如說今年5月的話 韓國的出口衰退是4% 對 那麼台灣是好像是8%還是9% 是 其實衰退的速度比韓國還嚴重 對 這個問題就反映出一個 共同的現象 就是亞洲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是 我們看那個韓國跟日本 很奇怪 他們降息 結果對他們的壁子 對 其實都是反向的走勢 對 降息照理說應該壁子會走落 對 可是你看歐洲 歐洲對不對 歐元區 對這個歐洲央行 這個降息的結果 可以讓 美元跟歐元之間 大概 拉到1.1比1之間的 也就是說從過去1.4比1 現在到1.1比1 是 就是歐洲的降息 對於貶值 貨幣貶值 是有一些作用的 是 那亞洲好像 這個效果就看不太出來 對 那你這個就看看亞洲跟歐洲經濟體的一個本質 基本上亞洲就是一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一個經濟區 區域 那歐洲呢 基本上是以消費為主 所以歐洲 歐元區或者說歐盟國家 多數的國家都是這個進出口都處於逆差的現象 對 只有亞洲大部分都處於順差的現象 那這個2014年底以來的這一波不景氣 其實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受創 是 我們如果把全世界經濟黨來看 我大概估計大概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歐洲國家實施量化寬鬆 對 歐美國家實施歐美日 國家實施量化寬鬆 包括中國 甚至於包括中國大陸 都有造成的一個就是資產的價格快速上升 是 這個讓多數人的消費受到排擠 是 那需求就變弱了 對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去北京還跑 找了一個大陸朋友家 一個大陸朋友開的一個咖啡店 是 我去那邊跟他做了一座 他這個咖啡店開在這個長安大街 東三環跟東四環中間 也算市中心了 也算市中心 現在都是算市中心 對 這個一年的仿租金量 要超過100萬人民幣 是 不得了 但是他一天的營業額 大概只有3到4千塊 對 這個人民幣 賠錢賠定 那賠錢賠死了 當然好在幾個股東有做房地產的 有做進出口的 都還口袋滿深的 大家為了樂趣對不對 去開一個咖啡廳 但是這個情況就反映一個現象 就是資產的這種泡沫 或者資產價格的飆升 事實上對於一般老百姓的消費 財務的分配 起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對 這個是有礙市場的正常發展的 大陸如此 日本如此 韓國如此 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如此 歐洲國家也是如此 對 就像我們經常在講 2012年之前 韓國 德國的房價基本上沒漲的 對 但是2012年以後到今天 韓國的房價 德國的房價也漲了兩成到三成 是 這個覺得很不可思議 你可以看出來從德國的現象 到北京 到美國的現象來看 這個基本上都壓縮了 大部分人的消費能力 沒錯 全球的這個貿易 還有這個需求都受到影響 是 再來一個就是這個新興國家 對 尤其這個大眾 大眾商品的出口國 比如說巴西 比如說澳洲 比如說這個俄羅斯 因為不景氣的影響 因為出口減弱的影響對不對 他們本身的消費也變弱了 對 其實我常在節目上 講不止一次 世光今年40歲 我在台北市當年的同學 台北市為例 買房的人絕對不會買車 買車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他一定沒買房 可能是住家裡或租房子 所以這變很妙 就是說 事實上房地產的價格過高 它變成兩個 第一個排擠消費 因為我們都會還房貸 另外一個少子化的關鍵 你像我現在很多同事 其實跟男朋友 女朋友交往很久 不結婚 為什麼要結婚 第一個問題是住哪裡 你這個結婚年齡往後延 生育率自然降低 因為26歲可能還衝動生兩個 等到32歲結婚 你生一個就算很衝動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事實上這個高房價 它不僅消滅了一個世代的消費力 更是消滅人類未來的一個關鍵 沒有人會生小孩 所以事實上這個高房價問題 高資產價格問題 其實這個威力很長很長 因為現在房價 你說台北市房價跌三層 跌五層好不好 來不及了 因為一個世代人 已經房子買下去了 所以這個調整可能要很久很久 對 這個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很大的問題 剛剛這個是講到資產的問題 第二是全球分工跟產業結構的問題 這個中國大陸 可能是一個關鍵核心的影響 為什麼 你可以看出來大陸這幾年 即使亞洲經濟 比如說印度 今年以來的出口大概衰退了20% 平均每個月 大概中國大陸衰退6% 到7% 5月剩下4% 它算是衰退最慢的 對 這麼大一個經濟體 你看這是反映什麼現象 反映中國大陸出口產業 它所創造的這個全球供應鏈 出現了一個本質上的變化 就是說它過去的出口產業的全球供應鏈 是全球體系的 比如說它對美國出口 要從韓國 從台灣 進口原料 進口原料 從日本買設備 對 從日本買設備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它這幾年的這個工業 還有產業結構的這個升級 對 那個威力是很大的 設備大部分也都能供應 自製 原物料也都可以自製 就是說出口產業的 所謂全球供應鏈 很大的一部分 它的進口力度對不對 在減弱 是 這個就影響到什麼 台灣 日本 韓國周邊 這些過去靠賣大陸 中間財機器設備的這些經濟體 他們的這個經濟成長力跟消費能力 很累 對 所以這個 這個你就覺得很矛盾 就是說 像美國今天講說 你這個 2025的這個所謂這個 中國製造 這個製造業對不對 我希望你成功 能導入這個工業4.0 可是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搞了工業4.0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機器人以後不看日本 是 都看中國的了 有沒有可能 很有可能 同樣的對不對 搞了這個2025以後對不對 上火星對不對 也不看美國人的 也看中國了 那這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在推動這個 一帶一路的時候 他一定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把他的這個供應鏈體系 分散出去 分散出去 對 能夠全球化 能夠這個 重新進行這個世界 分工體系的調整 再調整 不能夠全部 都拉到中國裡面 對 因為這個事關於講了很多次 他人口夠大 對 他的這個交易水平也夠 對不對 他的資源 他的市場 都可以讓他獨立去發展 他所必要的一個產業 假如這樣玩下去的話 那將來你可以預見 全球的資本 都會回流到中國大陸 我們看韓國最近很明顯 韓國的三星電子 是股價創下破斷新高 對 LG電子創下破斷新高 因為他是走消費品牌 可是你看中上游的造船 現在在財務紓困 鋼鐵微米不正 基本上就很明顯 你也走消費品的 有自我品牌的 還在韓國股市表現不錯 還可以 中間財或走上游設備的全掛 尤其你看看 現在大陸在去產能 在這個產能結構的調整 這個就是我們節目之前講的 去產能結構不是去自己的 先把別人給去掉 那這個問題 將來如果這個問題不小 想辦法 對不對 去做一些調整的話 我現在覺得這個問題還更大 我們觀察另外一數 就是大陸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因為消費者物價指數 它是等於是一個景氣的一個 有點落後的指標 可是觀眾朋友注意 因為整個大陸的物價的 在去年第四季到間地季表現 慢慢的加溫 當然代表供給得到了一些改善 更重要是需求的拉動 使得物價能夠回溫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FED 歐洲央行特別看物價 因為物價是一個集體 集合性的效果 可是我們注意 第一季的這個天量信貸之後 還記得嗎 五月份 四月份 權威人士說不能再擴大 槓桿了 所以從五月份的物價下滑 我要請教一下這個萬民哥 這代表大陸供給車改革 經過第一季的貨幣實驗之後 開始在五月份 權威人士的講話開始發酵 大陸需求重新開始降溫 這會不會變成一個更大的麻煩 就是對於全球進行 因為中國又開始輸出通縮了 或中國本身的通縮 帶來給全球的通縮壓力更大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季 本來大家認為經濟好像成長還不錯 但是權威人士馬上就點出 這個有問題 這個炒作泡沫的成分 摻水的成分太多了 這個一定要想辦法 打泡沫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權威人士接受訪問以後 對於中國經濟重新做了這個詮釋以後 整個大陸從銀行到政府 甚至於包括甚至於你可以看出來 大陸最近的這個中央這個計檢單位 對於那個地方的這個 中央巡視組 對 這個抓得比以前更緊 對 這個就是他擔心對不對 一旦放鬆以後 會造成經濟上的那種動盪不安 包括對物下造成過去的過大的衝擊 所以馬上你可以看出來經濟形勢 就開始有了進入一個新的拐點 所以將來這個六月份 七月份 接下來的CPI會有什麼變化 大家可以仔細觀察 好 我們這樣往來觀察 因為昨天歐洲央行還是一招 就是繼續引鈔票 那歐洲央行在昨天更是啟動 史上最大的一個突破 就是ECB開始進市場 包括了一級市場跟二級市場 來買進民間企業發行的公司 也就是照這個計畫延續下去 將來所有民間企業最大的債權 都是歐洲央行 這到底有什麼歷史上突破 而這個印鈔動作 而且開始往民間直接砸錢 當然使得油價昨天再創新高 而包括了黃豆 小麥 玉米也創新高 下禮拜一 端午節回來 鐘柔 美工升企業要漲七毛錢 這個油價的大漲 會引爆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我們將五月份快速 好 我們看昨天歐洲央行這個大動作 實無前例 就是歐洲央行開始購買公司債 那過去我們知道歐洲央行 外面有印鈔怎麼印鈔 這個幾種叫磁城機撒錢 就是彭灣南把台灣中央銀行門大開 然後要錢的人來哪 當然不能這樣做 所以通常就是買國債 透過買國債跟銀行買國債 你把國債給央行 央行就把錢劃播給你 這叫做印鈔 所以基本上透過這種交換資產的方式 把印鈔的貨幣效果給輸出去 那過去第一個就買公債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 全球的公債都負利率 那歐洲央行不能去買負利率的公債 那沒東西買怎麼辦 就開始進行公司債的購買 包括雀巢 而雀巢不錯 就買雀巢發行的公司債 那另外一個賓士 賓士不錯 就買賓士的公司債 所以現在歐洲央行 開始全面轉進公司債 觀眾朋友注意到 在負利率的環境當中 現在在我們財務當中的股本 跟這個負債調整 大家都是開始建立槓桿 為什麼因為錢太便宜了 所以融資的成本 會比發行股票成本來得低 觀眾朋友這兩個邏輯 觀眾朋友所以我寧願 對於股東最大的報酬 基本上是把負債搞大 而相對不要發行股票 所以最近我看美國 就是發行債 蘋果也要發債 不是在台灣發行公司債嗎 結果錢拿去併購 拿去發展 順便買庫廠股 所以觀眾朋友 這個比例在改變 觀眾朋友叫我們 資產負債表來算 這邊是資產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是負債 一個是業主權益 因為現在這個成本是零 負利率 所以我是不是把L搞大 所以未來的資產 或現在的發行 A在這邊 資產在這邊 然後就是 這個業主權益很小 負債很大 因為槓桿的關係 會拉高股東權益報酬率 就簡單資產負債表的概念 好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是 歐洲央行開始買公司債 變成歐洲央行成為 全歐洲企業的一個債權人 那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 歐洲的企業 它就不再需要借美元 借日元 借人民幣 我跟歐洲央行借錢就好了 第一個利率很便宜 第二個 歐洲央行無限量借給我 所以它變成一個歐元區 去美元化的過程 我們注意到 所以歐洲央行買公司 等於在去美元化 對於美元需求 會產生致命的打擊 但美元就貶值壓力 而且對於全球美元化 會有更大的壓力 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 假如歐洲企業的債權人 都是歐洲政府 那就變國有企業了 那最近再炒一個問題 就是WTO15年了 中國要求歐洲給予中國 市場經濟的地位 那你歐洲都沒有市場經濟地位 你怎麼要求中國 這跟貿易有關 所以這兩個問題 我要請教袁老師 因為不只兩個 三個問題 政府去買公司債 觀眾朋友 你想到 彭懷南去買遠雄發的大巨蛋站 社會觀感一定不佳 可是歐洲就這樣幹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嗎 彭懷南 歐洲的彭懷南 就去買歐洲遠雄 照天霸的公司債 觀眾朋友 歐洲就這樣幹 那基本上你能想什麼 那就歐洲央行總裁 去買康師傅的債 因為康師傅的性別很高 你能接受嗎 可是歐洲央行就這樣做 管你是做巨蛋 還是做什麼黑心油 無所謂 對 只要你性平夠高 我就下去買 沒有道德標準 在台灣如果發生這個東西 你不要吃驚 不要難過 因為日本這樣做 歐洲開始這樣做 所以基本上這個道德問題 我們不能想像 第二個 去美元化的問題很複雜 第三個 現在正在加緊談判的 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歐洲也自己迫自己的梗 您的觀察 對 首先 這個事情非常有趣的原因 就是首先 剛剛你所提到道德問題 就在哲學的層次 就是涉及到這個ECB 到底是站在靠左還是靠右的理念上 如果說原來這個歐盟 講求自由民主繁榮安樂的話 它應該是比較靠右的 換而言之的話 各式各樣的新自由主義 是應該整個規劃的思潮 讓每一個人都有能力 就是人盡其才各盡其能 然後來盡量發展 但是現在的話 國債買完了 買到負利益了 不能再買了 現在只好買公司債 公司債我個人是相信 歐洲也好 日本也好 他們確實是有一些公司 長期來的 信譽是不錯 像你剛剛提到的 雀巢 賓士 賓士 B&W 這些公司確實是 舉足輕重 可以說是富可敵國 但是這個問題很嚴重 是如果有一天 你牽涉到他們的經營不散 就是你不能夠打包票說 他公司一定是維持今天這個生育 但是萬一有一天 它的管理階層 需要有人給予重大意見的時候 那時候就要開股東大會 那最大的股東是誰呢 最大的股東居然是 還不是個國家 是一個國際機構 就是叫做在國際機構底下 成立了一個金融單位 叫做歐洲中央銀行 它事實上沒有任何主權可言 那這個情況的話 你只能夠100%信來公司 所以說它那邊的話 也沒有這個賓士的天壩問題 也沒有雀巢的天壩問題 它就是完完全全要信來公司 這一點的話 就是足以說明歐洲現在央行的策略 靠左靠右搞不清楚了 會出現麻煩了 那債者的話 去美元化的過程是必然發展 因為短期內 這樣子買公司債的話 因為算是創舉 首見 所以導致結果 短期內 就像歐元它一定會下跌 下跌的原因慢慢 從某種程度來講 符合了 因為他們要 可以說是有點亂買 各式各樣的債的主要原因 是為了要創造通貨膨脹 對 這個通貨膨脹的最重要指標 就是你的貨幣貶值 所以貨幣的貶值透過這種人為的方法 一旦達到以後的話 整個歐洲地區想要換到美元 或者說想不用美元的各方面 就要靠自己了 因為原來的話 現在歐洲跟美國經濟 往往是因為貨幣交換的關係 是緊緊綁在一起 那透過公司債的方式 用國家印鈔票的方式 來維持這個公司上面的一個 營運上的一個方向 各方面來講 它的去美元化 實際上是走它的獨立路線 對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就沒有像以前拉得這麼緊 因為你做得好 那美元說不定自動過來不好就沒了 我們也講說 為什麼你要去美元化 因為官方講 你是雀巢的財務長 你是要借美元還是要借歐元 美元利率很低 可是歐元利率更低 官方你懂意思嗎 所以當這時候雀巢的財務長 假如同樣 他沒有新的資金需求 在同樣一個美元債 一個歐元債 同時到期的時候 他做什麼動作 他不僅歐元債續發 他會把美元債換成歐元債 什麼意思 就借歐元把美元還掉 以後雀巢的財務報表當中 我們是假設了 就沒有美元附在這一項 也就是雀巢 將能跟美元越來越遠 除了把雀巢的奶粉賣給美國人 收到美元之外 在他整個財務結構當中 就慢慢沒有美元了 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事實上 這個去美元化動作會非常大 那另外一個問題 官方有詐騙極端行 因為公債 本來買公債都是銀行保險公司 公債被ECB買完之後 那銀行去幹嘛 被擠壓之後去買政府的相關 就開始買公司債 那公司債 現在也被ECB買完了 那銀行跟保險公司怎麼辦 怎麼辦 就開始買垃圾債 觀眾朋友 現在妙了 歐洲的銀行跟歐洲的保險公司 因為公債被ECB吃飽了 那現在公司債 ECB來搶 所以所有的金融機構 就被擠壓去買垃圾債 這跟次貸事件一模一樣 觀眾朋友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存錢存在瑞士銀行 所以瑞士銀行信品很棒 我們當初去買CDS 去買一些刺激債 所以雷曼兄弟的評級很高 可是雷曼兄弟把我們的錢 拿去買垃圾 中間賺利差 現在我們把錢存到瑞士銀行 瑞士銀行信品很好 可是瑞士銀行把我們的錢去買垃圾 這就是雷曼兄弟再翻版 歐洲銀行最後擠壓的結果就是 我們存在德製銀行 英格蘭銀行 法國巴林銀行 那他信品很棒 可是事實上他沒辦法 他不能投資公債 也不能投資公債 只能去買垃圾債 非常危險 我跟你講 按照你這個邏輯講起來 就容易看懂 就等於把整個ECB 就歐洲中央銀行 當成一個大雷曼公司 來看來就對了 因為當初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敢亂印鈔票的原因 而不擔心這個貨幣大幅度的貶值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信品 大家一講到歐洲 像我就是第一手的見證人 我在那邊住了最久 然後在生活上 各方面都覺得 我到今天還覺得歐洲生活上 食衣住行娛樂 各方面都很有水準有質感 所以說任何東西的話 你只要能夠換成歐元 放在我手上 我覺得很安心 可是你再搞下去久了以後 你就像雷曼兄弟也會爆掉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拿你的信品做幹桿的結果 就會出現很難不出事情的可能性 另外就講到了 所謂的市場地位的這個問題 因為綜合前面兩點來講 這個基本上就是很明顯的 用國家的力量 用就是國營的力量 然後來取代民間的力量 取代民營公司的力量 那麼這樣子做的話 國營的力量代表什麼呢 國營的力量代表 就是大鍋飯 鐵飯碗 高級的人民公社 維持著牢牢固固的 也不可能有解雇的現象 大家的薪水也不會降低 然後你反正拿到的錢就是歐元 得這種結果下去的話 這算哪門的市場地位 偏偏這個時候 他又不肯定中國的事 大陸今年月是加入WTO第15年 過去沒有取得市場經濟地位 市場經濟地位 是一個貿易的專有法律名詞 一旦取得市場經濟地位 你將來未來要告中國請銷 貿易不公很困難 過去歐洲 像現在歐洲的質疑 你們大陸向華為賣手機 你華為是有國有資本 這個認證費還有解放軍的背景 你只有國家資本在後面做撐腰 所以你的成本價有問題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你的中芯手機賣到我歐洲來 你是國有資本 你是地方政府出的錢 所以因為你的成本很低 尤其資金成本很低 所以有問題 觀眾朋友現問題來了 那歐洲的企業將要拿的ECB的錢 他跟中國的國有企業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距 所以現問題就來了 我們現在老是接受西方觀點 觀眾朋友照現在 美國跟歐洲的思路 不管是政治跟經濟 全世界最正確的政治體系 是中國共產黨 因為大家都在跟他學習 變成這種 我們不太能接受的一種方向 正在發展 你現在講這個問題 確實是非常關鍵 因為從2001年開始 講好15年後 要開始檢核中國 是不是具自由市場的地位 對 那這個自由市場地位 就是說一旦你取得這個地位以後 我就不能夠再以這個 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批評你 或是以挾著這個公家的資產來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 歐洲國家也好 美國國家也好 剛好就趕在 早不趕往不趕 趕在這15年開始 鋼鐵請銷了 這個請銷 但你注意到現象 大陸現在都是摸著鼻子 摸摸地把它承受下來 為什麼 這現在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問大家 所有的這種市場當中 唯一不能夠質疑的就是商人 有沒有祖國的問題 對 商人為什麼要愛國 商人有利不賺 他難道為了國家願意賠本嗎 不可能 對 這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你連這個道理都想不透 你現在就開始懷疑 中國的商人可能特別愛國 因為他有辦法讓商人愛國 不可能 對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讓他們的商人愛國 因為商人看的是利益 對 根本不是愛國不愛國的問題 商人愛不愛國的問題是他自己 私人的事情 不做生意的時候他可能有這個立場 對 所以在這種問題上 你現在講華為的東西特別便宜 是因為政府補貼什麼的 那他要不要賺錢 補貼以後算不算成本 比如說鋼鐵的時候 你那個政府替他在海岸旁邊 做好港口 這港口要不要成本 這個成本算誰的 對 是算是那個薪水很低的收入很低的 中國老百姓的 那你怎麼過得了老百姓那一關呢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事情來講 你只要問他說他的市場有沒有競爭力 你不要問他這些人 到底是不是替大陸的什麼共產黨做是什麼 沒有這個問題 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 對 所以現在歐洲在談這個問題 你可以注意到 就是ECB買公司在的時候 自己在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因為當有一天他要涉及到管理階層 要表達他的立場的時候 對 他當然會講說這個時候 我有我的立場 你要按照我的立場來做 是 否則的話你坐在那邊當這個股東要幹嘛 對 所以這種現象其實在本質上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常常講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會拉到有點正 因為台灣現在很多訴求於台灣主流價值 過去台灣的主流價值 是跟隨世界的自由民主主流價值而來的 可是現在世界的主流價值 正在換鬼 觀眾朋友 那台灣的主流價值 就變成世界的非主流價值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堅持東西 五年之後 是被國際的西方東方 要丟到垃圾的東西 那台灣的發展方向就會很特別 我要請教一下 蔡老師做觀察 因為現在我們剛剛提到了 公債 ECB吃光光 那基本上 所有的投資人 被迫擠壓到 這個公司債 就是公司債 來這邊來找尋投資機會 現在公司債 怪獸來了 ECB不計價的 開始買進 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金融機構 開始買垃圾債 那更重要的 垃圾債不可靠 那買一點食物東西 就是原物料 我們看昨天晚上 美國的原油價格 再創新高 來到51.58 其實端午節前 中油已經預告了 下禮拜 每公升95汽油 每公升漲7角 漲幅很大 另外從輕原油角度 再創新 一年來的新高 同時這時候我們看到 全球的農產品 你看黃豆長成什麼樣子 前面波段不上 現在開始根本在噴出 連小麥 這個全世界都在種的小麥 也能夠拉成這樣子 觀眾朋友想像 小麥可以從460 漲到520 一個禮拜的時間 麵粉 可以長這樣子 那玉米更兇 玉米過去漲幅也非常大 那什麼原因 當然天災之外 重點是ECB買完公司債之後 下一步他有一個選擇 一個就是買黃豆小麥 玉米跟原油期貨 不然就買垃圾債 觀眾朋友沒有選擇了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從今年年初我們講說 這一次的農產品行情 是各國央行的名牌掛保證 因為已經沒有東西買了 那當然先知先覺 那我就先卡位 買一點遠期期貨來卡位 所以我們現在看 這波行情大概漲到什麼時候 資料行情還能玩得下去嗎 從歐洲股市開低 從韓國股市今天開高走低 事實上股市的投資人 基本上是不太認同 韓國跟歐洲的這種 量化寬中政策 那假如不認同 那這些行情還可以走多遠 我們怎麼觀察 因為資金釋出 這個聰明錢一定往那個 相對低價的商品走 對 股市它是相對高的商品 所以誰會往那個地方 包括美股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 會創新高的樣子 但是我給各位比較一下 你就知道錢外 為什麼會往這邊跑 對 那我們首先來看這個石油好了 所以上次我講到 42.5是一個重要支撐 對 不能破 那沒破 再來再往上創新高之後 現在目前的支撐 就提高到47.48這裡 是 也就是說這一個支撐 那這一個支撐 也就是多頭看支撐 那這邊漲到了剛好 51.62是突破了前波高點 50.92 對 那突破這裡的意義 就表示這個盤 即使說空間高了 它最少還會維持在上面 做長期的一個震盪 那震盪的時間 我們預估大概也會有 兩個月左右 因為這邊以對稱這邊來講 對 所以一旦越過前高 那就表示高檔震盪 是 那就說明了當初那個 那個美國拉台這個的原因 就是要做通膨 是 那我上次也講了 我之前就那時候就講了 他不會只做一劑而已 對 這個東西就你看 時間一拖一劑一劑的過去了 他就是要做這個東西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黃金 黃金 黃金在這邊一個假突破之後 這邊又對稱一個什麼 破線翻 對 那就一旦出現這兩個相對對稱 那表示長期又要在上面做震盪 這三天黃金長很多 那震盪的時間 以這邊對稱來講 也是兩個多月 對 那個只有黃金這兩個來對稱一看 可能 這個可能要到七月底八月出過後了 對 這個整個這個原物料的行情 有機會到那個時候 是 那你看其實我剛剛講過了 黃金 你要投資黃金 他其實這幾個月 二月以來其實都在橫盤 對 都在橫盤 但是白銀就不一樣了 是 你看從二月以來 他低點越來越高 對 然後這個底突破 這個是一個大的破底翻 那拉回剛好到他們景線 對 上次我講說你計整數就好 其實他實際上是15.9 對不對 那計整數是16塊 16塊一到一拉 那一天的漲幅都是黃金的兩倍 對 對不對 所以 今天更扯見是 不是兩倍 因為今天黃金是跌的 白銀是漲的 所以白銀漲幅是黃金的無限倍 對 所以我們講說 不要看當天也沒關係 我們看是看整個趨勢 因為整個白銀你看 跌這麼久 他是在第一檔作證 這個從第一檔這樣一上來 隨便都漲多少 你自己看一下 那以這個型態來講 這個地方所謂的一個破底翻之後 在一個對稱的結構 也就是說這邊最起碼 有半年的一個震盪期 那表示後面 他也會有半年的什麼 安全期 是 那安全期的期間 大概在15到18之間 對 但是重點還是最好是16塊 這不要破就好了 對 那一不破的話 他等於是形成一個多頭架構 是 跌破就變成什麼 橫盤架構 對 但是這個就表示 它是一個什麼 飛盤幾漲 這是一個多頭架構 才是 不是盤就是漲 空頭不是盤就是跌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從這個結構來看 我們剛剛講 再怎麼樣 也是投資白銀比較有利 對 在以前 之前也講過了 白銀帝國 中國起來之後 是 我們未來這10年再來看看 到底黃金強還是白銀強 對 好 這是一個世代的投資 這個是比的 就是全球再分配 或這個文化的價值 這個其實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 玩看金益比看金益 出發點在這邊 對 這個是已經整個一個 世代在改變了 這個貴金屬的這個 整個一個結構在改變 人理也在改變 對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黃豆 黃豆黃小玉 黃小玉 那個主流 強勢的就看 黃豆 小黃 來看 那個 他已經從小黃變成大黃了 對 這個1080 我們上市說上市的套牢區 對 套牢區它再經過半個多月 是形成了什麼 下飄期 下飄期就是多頭的中巨站 是 所以第一波我們講 再怎麼看 你都先做黃豆 對 但是黃豆再突破之後 風險增加 那問題說 當在之前的一個漲 一定是黃豆最強 但是經過這一次的1080 再突破之後 帶動起來 就包括玉米跟黃豆 那個整個帶動效應就出來了 對 玉米跟那個小麥 帶動效應就出來了 來我們看一下 黃豆已經漲了30%了 那玉米從這邊 大概漲了百分之快20了 而且時間很短 而且你看 黃小玉裡面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特別講 黃豆有突破這個頸線 玉米也有突破頸線 只是短線它比較弱勢 但是回撤之後 也開始了 因為只要有突破的都比較強 是 所以你看最落後的是小麥 麵粉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小麥現在也上來了 是 我記得兩個星期前 我剛去大陸以前 那個外民有講到 這個地方小麥也欠收了 對不對 這是外民給大家的名牌 你去買小麥的話 現在隨便漲60%幾% 對不對 那個時候在這個地方 現在也被帶動上來了 那它的支撐呢 就是這個突破頸線的這一根長紅 也就是說 現在目前你看小麥 你只要注意這一個支撐區 就482到497 就是這一根長紅的區間 對 所以整個那個 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剛剛我們看到 包括那個黃小玉 還有那個白銀好了 白銀 整個都在長線的底部區 對 完全跟那個商品 這種商品跟股市那種商品 是不一樣的 對 你看道琼 你看一下那個韓國 你看台灣的指數 所有的指數 歐洲的一些那個 那個什麼 德國 法國 全部都在上面 那我們講的聰明會 聰明錢會往哪裡走 那最後當然就會 最後已經沒辦法了 錢要買什麼 最後就擠向這些原物料了 是 好 我們今天我們回來觀察 因為觀眾注意到 2008年的時候 還記得嗎 全球股市在2007年的10月份 見到高檔的 後來盤整了半年 在2008年的5月 6月 7月 由石油黃小玉帶來最後一棒 當時股市也被拉起來 幾乎要創前高 可是最後來的災難 就是全球的股牌效益 雷曼風暴 我們看這時候 今天華爾街日報 特別引用消息人士 所思開始把現在的部下 跟以前部下全部狂空 因為他人生最後一戰 要放空美國股市 到底所思在想什麼 包括美國幾個大戶 都開始積極覆空美國股市 這是人生最難得的機會嗎 跟美國股市這樣 創新高的氣氛 怎麼會不一樣呢 我們將有告 懷座進入觀察 好 我們看這個市場上 同樣有兩個83歲80歲的人 一個是張忠謀非常樂觀 看待台積電的未來 可是提高現金配發率 觀眾朋友 你懂財務理論 你知道張忠謀其實很悲觀 因為沒有一家 上市公司看好未來 會提高現金配發率 可是台北股市 幫當然利多解讀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專業跟看熱鬧 是兩回事 可是另外一個83歲的人 叫做索羅斯 華爾街日報 在今天特別引用 消息人士指出 因為現在大喊害怕 因為權威人士 消息人士 感覺四個字的名字 都很恐怖 他說索羅斯對於全球前景 表示擔憂 對於市場巨大的變動即將發生 所以最近狂空 包括之前的合夥人 包括自己的部下 開始進行一大規模的做空交易 其實索羅斯本身 在前幾年已經進行一個私募化 就是退還投資人資金 手上大概還有300億美元的子彈 可以操作 目前開始全力來開始做佈局 甚至索羅斯 現在連爬都要爬到辦公室上班 所以狗仔就要索羅斯辦公室 以前每個天都在睡覺 現在每天都來 而且越呆越長 那熟事要幹嘛 我們看另外一個大戶 就是伊坎 伊坎甚至認為一生一次的翻身機會 就是從今年開始放空美股 當然伊坎這一次放空美股 放空比較早 可是觀眾朋友你放心 他很有耐心 像之前做的Netflix 包括喊Apple 他都非常有耐心 大家看追Netflix的前景 大家認為Apple見高手 伊坎說我就等著看誰比較準 最後是伊坎大勝 做多的人沒有人比得過伊坎 同樣伊坎真是很放心 你們不空對不對 我就越來越空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進空單部位 他有多頭的現貨 還有其貨的空單 一路崩盤 就是沿路開始追空 你們不空對不對 我就沿路往下做空 另外美國CNN MONEY最新的恐懼跟貪婪指數 我們看這個指針 已經來到了極度貪婪的一個變化 時間有限 再給我們看一下 這是美銀證券最新的報告 就是全美國的21個主要經濟數據 在過去這一個禮拜 跟年初相比全線翻率 我要請教蔡老師 今天報紙頭談就是 端午節之後迎接開紅盤 美國股市即將創歷史新高 其實非常接近 可是說是傻了嗎 一坎笨了嗎 那包括高盛說下半年美股就是空 你怎麼觀察 好 我們首先來看這個 道瓊你記得2009年這裡的一個反彈上來 這兩年是漲了100% 這個才叫多頭對不對 然後2011年到2014年初 就2013年底 這個地方的主升段 這個叫主升段漲了60% 這個叫做多頭 但是2014年 這整年那個世光已經統計過幾十次的創歷史新高 對 只漲百分之十幾% 50幾次 對 這叫什麼多頭 對 創了50幾次的歷史新高 但是只漲十幾% 這個叫做什麼多頭 那個好學生不可能創50幾次分數新高 對啊 之後快學生才會 去年8月我不是講過 三天的下鐵 就把這50幾次的歷史新高全部吃掉 對 這個叫做什麼多頭 是 對不對 這很重要 所以我講了三次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 當這裡創不創歷史新高 重要嗎 是 這不是重要的 他或許有機會 但是不重要 隨便殺一根 就全部都吃掉了 對 那現在就等一個什麼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整理區 那這邊也逐漸出現了整理區 對 空頭就在等什麼 等第二次的這個拐點的跌破 不是有句話說 給我一個支撐 我可以舉起全世界 對 現在這個東西就是 你給我一個拐點 我可以空垮全球的股市 對 大概就是剩下那麼一個訊號 也就是轉落的訊號 就在等這一塊區域的跌破 對 那跌破可能是一個月 也可能是三個月不一定 是 那但是等得到人 我們等待是一種欲數 是 等得到人就等得到了 你數得到的是83歲的人 都願意等 觀眾朋友 你幾歲 我們的觀眾平均的年級37歲 觀眾朋友 83歲已經超過人體的 人類的平均壽命 他離上帝很近 他可能將來不需要對他的太太 對兒子交代 他要對他的上帝交代 因為上帝會請他說 數得是來了 聽說你在地球上放空很有名 我創立了一個人類的世界 我造了人 為什麼你那麼愛放空 他要面對上帝來交代83歲的人 他要等待 等待多久 我要請教雲老師 因為雲老師在台大 這個哲學上課的時候 有特別一個對索羅斯有做個研究 因為索羅斯本身是一個哲學家 你會怎麼看待他 83歲離上帝面見主懷越來越接近 可是最近趕著去上班 把部下 把他的partner找回來 要做他人生最有一億 會不會功敗垂成 你能觀察 這個索羅斯到底是上帝 還是撒旦派來的天使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很值得思考 83歲的人 手上能夠操控的資金 300億美金 就是一兆新台幣的人 為什麼在這個階段的話 還忍不住 爬也要爬到這個交易市場裡面做投資 你知道 索羅斯的哲學有基本上就是一句話 他就認為說投資不是賭博 然後我們只能夠從錯誤中學習 你要記住這句話 投資不是賭博 只能在錯誤之中 投資不是賭博的意思是講 我們每一個人面對這個投資要做選擇 想要賺錢的時候你一定要建構 所以索羅斯的第一個哲學觀點就是我們對於市場 要提出我們建構的想法 然後第二個重要的觀點是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上帝 只有上帝知道市場未來的走向 所以我們一定會出錯 所以我們一定要從錯誤中學習 那也是因為這兩點的結合 因此我們在投資做任何標的的時候 都要有強烈的風險意識 但是索羅斯他跟一般人很不一樣一點 他對於自己建構的系統跟模型 他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他很容易自我否定 大家都覺得說你這樣做得很好 正想拍他馬屁的 他講說你拍我馬屁的全部fire 我要用一批新的 當初覺得我不好的人 他很容易自我否定 因為他說我這個系統 既然一定會出錯 所以說最早告訴我有錯誤可能性的人 是對我幫助最大的人 受惡好的人其實基本上沒有用 就連在市場賺錢都 人家都覺得賺錢滿滿的 準備在跟進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遇到拐點的人 那第二點的話 他這個自信心非常強 如果你了解索羅斯的傳記的時候 可以發覺這個人的人格極其強烈 而且他對什麼事情的話 因為他跟他爸爸在一起 經歷過二次大戰期間 他面對了猶太人被歧視 以及在這個二次大戰佔領期間 他這個如何跟著他爸爸活著過來出來 一路上從匈牙利逃難 逃到瑞士再逃到英國 然後再在美國 一分文不明的情況下 他對於自己所建構的 整一套帝國也好系統也好 非常具有信心 有信心到什麼程度 他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就是說到了我們這個年齡 在做投資的時候 完全是為了要驗證自己的建構的結果 而不是為了要賺錢的問題 因為以他的結果 因為在三四年前 他為了要向大眾負責 他把所有大家投資他的錢 全部還回去了 因為他的所建立的這個量子基金會的獲利率 是從1969年到1993年之後的獲利率是2000倍 就是如果你那個時候放1000塊美金之後 可以拿回來200萬美金的這種比例很嚇人 但是他把錢全部還掉 全部還掉以後 自己手上還剩下300億美金在操作 這個操作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強調索羅斯的兩點很特別 為什麼看空美國股市 第一點就是他相信他的看法不會出錯 所以他要好好試一下 83歲人的 然後第二點很重要 他發覺現在的世界局勢確實很亂 尤其是中國跟美國之間 中國的硬著陸問題 被他老早就擔心了 然後美國本身的話在虛放問題 那美國的虛放從哪裡看得出來 從FED每次開會 到底要不要升息的問題 讓這些市場中的老手看破手腳 對 所以他手癢 他飛下來玩一把不可 手癢 等於說是就是說 一般人對於自己該做的事情很有把握 就算了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